日本实测冷气不关更省电,台电揭秘一招最有效,夏天到了冷气电费也节节高升,方间常听闻一种说法,空调24小时不关更省电,这是真的吗? 日本有综艺节目实测发现,如果重启空调的时间短于5小时27分,确实不要关冷气比较省电,不过台电对此说法,有一件建议,避免密集开关冷气,才是王道根距离视频,报道日本朝日电视台节目。 一年多前,曾做过一次实验证实冷气开机支出最费电,但是内温度下降后,耗电量反而会慢慢变小专家精酸建议若出门,离家的时间低于5小时27分,不要关冷气比较好,人不在还开着空调,总觉得很浪费啊,不过有些网友看完后反质疑冷气机型,空间评数,当日室温都可能影响实验结果。 至于空调24小时不关更省电,是真的吗?专家听完只说,这样做电费只会更高了,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,对此台电发言人徐造华,强调日本节目指示实验,由于冷气机型种类多加上房间评数大小,隔热,西晒等状况不同,不能一概而论,也没有标准答案。 因此冷气24小时不关更省电,的说法反会误导民众台电发言人徐造华,强调冷气经常起起停停是最耗电的。 如果民众只是暂时离开一会儿,就不必开开关关冷气,一定要避免又开又关的动作。 并建议此,时可以室温设定在26至28度。 唯一徐造华重申冷气开一整天用电量绝对会增加,电费自然会累加。 呼吁民众若要省电,还是选用效率的节能冷气机型,变频并且注意冷气机型敦数和房间大小,是否匹配才能节电审核包。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专家精算建议若出门,离家的时间低于5小时27分,不要关冷气比较好翻射离视频日本实测发现,冷气启动大约两小时后的用电量及下降也与台电说法,符合就是避免开开关关,才省电翻射自网路。